9月8号晚,谢霆锋在动态中,破鲜慌地分享了一张老爸谢玄的照片,并写道,他说这一辈子没什么留给我,只有几只鲍鱼,更令人意外的是,镜头下的谢玄基本上,都是戴着墨镜的,这一次摘掉墨镜非常难得, 82岁的他脸上已不可避免地爬上了几条皱纹,但是面大微笑的样子和矮可亲,看起来状态非常好,两件破鲜花的事实的这对父子一度上了热搜,不少网友表示,老爸谢贤不仅给你留了鲍鱼,最起码还给了你正式美颜,弱弱说一句,谢霆锋是这么帅了一个时代,还有夸谢贤可爱的,以及笑称这是塑料父子情, 对于这暴雨的含义,周周是读不出什么所以然,但是谢霆锋这一举措,无疑说明两人的感情正在拉近,此前流出出两人关系不合的传闻,据说有多重原因, 一,谢贤生意破产,谢霆锋被债 二,父子俩同为娱乐圈的风云人物,工作非常繁忙,往往三四个月都不能见上一次 三,谢霆锋作为长子,要承担很多东西,愿没有弟弟妹妹轻松,两人确实有过不愉快 但是谢霆锋曾写过一封信,据传谢贤看后感动的类目,两人关系拉近 其实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消息,说到底两人是父子,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,关系会僵硬 但最多只是在时,这次动态就是最好的证明 至于谢贤,现代年轻人对于他的印象,基本上停留于谢霆锋他老爸 其实不然,他称得上是一位传奇,他作为香港老姨的艺人的代表 谢贤曾经也是只手可热的男神 可以说,谢贤见证了香港娱乐圈的半个世纪,从黑白到彩色,从粤语到国语 一度获得香港电影子金终身成就奖 谢贤的人生经历丰富多彩,玩世不恭,却原色分明 他的多年老婆与女友已经不是什么妮妮 谢霆锋就是他和第二任妻子迪波拉所生 今年7月,谢贤承认与小50岁的女友偷偷分手 结束了自己口中的最后一段恋情 特别的,作为香港有头有脸的人,他非常注重仪表 所以,在所有公共场合,基本上,是只能见到他戴着一副墨镜 因此,这一次见到谢贤不戴着墨镜的照片,也就合情合理了 不得不说,此次照片里的谢贤精神焕发 有了些许老太直觉,看不出已是82岁高龄 想到老一辈的经典,果然名不虚传